某居士的婴孩患有心漏洁肺炎 需要依靠呼吸器维持生命 医生说就算尽最大的努力也无法医治 即使能生存炎耳口的功能都完全丧失 建议将呼吸器拔掉 请老法斯慈悲开始 这个是看这种情形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子女跟父母四种缘 不是四种缘 他不会变成一家人 这四种缘就是抱恩抱怨 逃债换债 所以一定要很冷静 来对待来处置这个事情 那你看看这个婴儿 这四种缘分里面是属于哪一种 不是抱恩的 抱恩不会让父母操心 会带给父母的欢乐 也不是抱怨 那就是债务了 他不是讨债 他不是还债 他是来讨债 欠的不多 让你在这个金钱上的时候 没有太大的这个损耗 你就把他打发走了 但是他跟你总算是有缘 你要利用这个机会 给他借个善缘 念佛 念佛帮助他 不管他自己会不会念 以自己真诚心念佛 帮助他 往生净土 他能不能往生 关键确实在这家人 在父母 父母是至诚恳切的心 他就有这个机会 纵然不能往生 他也会生善道 跟你这个缘呢 这个讨债还债的缘 结束了 就你对他 不是他的恩德 他下一次 再到你家里来的时候 就是报恩来的了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用这种方法处置 那就对了 像这样说 他是这个呼吸器 不必拔掉 就是念佛 让他还能够清醒 让他还能够听见 他如果能看的话 就是在他的这个床铺面前 他眼睛能看得到的地方 一睁开眼睛看得到 挂一张佛像 挂阿弥陀佛的佛像 给他念佛圣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